想要改的話 我們這邊剛剛就是畫一畫 我其實剛剛想要示範給你看的就是這個東西在畫之前 有一點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先檢查一下你的UV還活著嗎 所以你可以先把這個Geometry Level先把它調到最低 我看一下再錄影 OK好 先調到最低 然後你可以到這裡來找一個叫做UV Map 剛剛是在這裡當機的 按Move UV 然後就可以把它套 檢查UV 檢查UV有沒有 這樣就那麼開心喔 那我再玩幾次好了 OK 這樣也算好了 以前有一個Maya的外掛叫Pelting 剝皮啊 那個看起來比較刺激 它真的完全是剝皮 它會把人皮整個這樣拉開來 然後張開在畫面上 而且會有六條線拉的那個皮 它會抖 對它會抖 很酷喔 那這邊呢記得我們現在開始要畫 要刀 就是要畫顔色而已喔 所以你要改成只有RGB Z8跟Zsav要關掉 要關掉 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是因為要blending要塗層混色 所以這邊要開個塗層喔 按一下開個塗層 開個塗層以後呢 選個顏色 開始去畫 然後這邊 它就可以上色 在這邊顏色也可以這樣子 顏色有點怪怪的齁 顏色有點怪怪的齁 然後你可以再新增一個塗層 然後這邊可以拉進來 然後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再刷 刷這個顏色刷到深一點 然後這邊也可以調一下blending 就是opacity可以調一下喔 然後再來你可以再繼續新增塗層 我們再把顏色再調整 Zintensity 反正就是不要有Z的跟Zsav 然後底刷可以調小一點 你可以去刷 它這個凹凸的地方 然後這邊其實好像有一個功能喔 我們看一下有一個masking 然後masking by cavity 我看一下有沒有出來 所以可見我剛剛畫的時候 其實畫的不夠 不夠深啦 這邊把遮罩反轉 遮罩反轉 然後遮罩做一點漁畫 漁畫是mask feather feather sharpen shrink blur mask 遮罩可以做漁畫 然後漁畫以後 你可以把深一點的顏色 再刷上去 因為這遮罩遮住的話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刷一些 凹凸凸的區域 然後mask 再把它清除 那這一層好像畫得太深了 所以你可以把塗層再調出來 把它的opacity再做個調整 OK 大概可以用這些方法做處理 像剛剛這個鼻孔 鼻孔好像可以畫一下 鼻孔的話你可以把顏色直接就 紅色嗎 剩一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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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起來沒事的 還是剛剛 放途就給我回去了 好現在我要就講一個spotlight 我先把檔案存起來 存起來 所以我剛剛教的東西叫polypan 我們現在要講spotlight spotlight就是從外面 直接叫圖片件來用 從tester這個地方 你自己要把這些步驟切起來 因為我現在可能 來不及弄那個